今天是父亲节 在前线工作的父亲 不忘和家人度过这温馨的一天 无奈疫情之下 有家庭只能够隔空 线上和接收节日的祝福 记者蔡可汉报道 这名49岁的父亲 今天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担任Go Ahead巴士车长的曾绍华 来自马来西亚 父兼母职的他 往年每两周都会返乡 因疫情 他和孩子们分隔两地 三名青少年如今和奶奶生活在一起 孩子妈妈已经过世了了 现在这种时候 没有爸爸在的话 他们也不懂自己要讲 我们看不到的话 我们也不能够体会他们要的是什么 孩子也要有父爱 三个孩子很懂事 而且都能够体谅 他们都懂 虽然我在这边 可是新年新了 爸爸父亲节快乐 你辛苦了 邓哲颖医生是四岁 两岁和十个月大宝宝的父亲 疫情爆发以来 他一直站在抗疫的最前线 在医生父亲和丈夫的身份之间 他努力地寻找平衡点 今年邓哲额终于如愿以偿 与家人一起庆祝父亲节 去年父亲节刚好也是我跟太太的婚礼的纪念日 第一次温馨的告诫 提醒他不要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 第一次温暖一开始 第二次温暖一开始 第二次温暖一开始 第一次温暖一开始